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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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TP治疗需 雇主同意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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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会站在卫补部机关署的门口召开记者会 是为了要帮在台湾的七十几万来台的移工们 在台湾遭受感染结核菌之后 并没有自主的健康自主权利 就是并没有自己可以帮自己做治疗的权利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今天我们有两位移工来到这里 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困境 他们如何被剥夺了服药治疗的权利 而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权 健康自主权跟工作权 我是来自菲律宾的在台湾工作的移工 我在2014年开始在台湾担任厂工的工作 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我以2017年5月2号转换到现在这家公司工作 这是我在台湾的第二家公司 因为我工作表现很好 所以三年清满之后 我的雇主就帮我去聘 然后5月去聘之后 8月有做定期健康检查 然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他的健康检查里面发现他的肺部有病患肺结核 在他左边的肺部 他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 也没有任何的症状 突然被告知说得到肺结核 但是我又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 我积极地面对我的结核病 因为我的医生告诉我 我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性 我可以回复正常工作 并正常的生活 医生甚至给了我诊断书 因为来证明我的病 他是可以回复工作的 我只要配合用药 我是安全的 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出院后我开始面临了非常大的困境 我告知雇主和仲介 我的医生说我没有传染性 我可以回厂工作 但是我的雇主和仲介 完全不听我说的 我的仲介甚至还在工厂里面 就是随意乱传我的疾病 所以所有人看到我就开始回避我 然后把我当作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对待 我感觉非常的糟 我的仲介和雇主 还强迫我解约 然后把我强制隔离在房间一个月 不让我外出 他们这样的恶劣行径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和焦虑 我每天都在哭泣 他们像垃圾一样把我丢掉 我觉得他们剥夺了我身为人的权利 为什么他们只有选择听到我得了什么病 却不听医生说我没有传染性呢 我可以回去工作 我认为在台湾 我是在台湾工作被传染的肺结核 因为我没有回菲律宾 而且我的家人也没有得到过这种病 我在台湾有缴健保费 我每年也依法缴交所得税 现在我最需要留在台湾治疗 健保可以提供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医生说我已经没有传染性 请让我可以留下来继续接受肚脂计划 投药治疗 我是来自菲律宾的医工 我来台湾将近六年了 我在2020年6月12号 转换到现在的这家公司工作 这是我在台湾工作的第二家公司 2020年8月17号 因为我的尿道感染和肾脚时发炎 所以我去开刀住院 那医院透过抹片检查 检测出我的肾脏组织 有遭到绝合径感染 所以2020年8月20号 我开始服用抗绝合径的药物 8月28号我出院 医生马上就可以说 我可以回复工作 我的病不会传染 因此我回到工作岗位 继续服药治疗到9月28号 9月29号下午 我的宿管人员打电话给我 叫我去开会 那我被吓到了 因为他们马上叫我签 自愿离职解约书 然后他们说 我得到了很严重的疾病 他们强迫我 把我转移到其他的宿舍 留在隔离室不可以外出 并要求我支付自己的散述费 吃的我自己买 那个住宿费 一天要付一千块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感觉到公司的人都很讨厌我 我的中介也很讨厌我 他们对待我像对待垃圾一样 他们让我感觉到 我在这一家公司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病 我的家人也没有绝合病史 我来台湾时没有被绝合 六年来我每一次的定期健康检查 我的检查报告都说我是健康的 我在台湾得到这个疾病 为什么要强迫我回菲律宾呢 为什么我不能留在台湾 继续吃药治疗呢 我在台湾工作 在外国人也是同样的外国人健康检查办法当中 第九条说 如果说有发现这个TP的话 你要检附三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就是诊断证明书嘛 然后第二个文件就是 外国人要同意接受这样子 同意接受读治的办法 那第三个文件非常的不合理 也就是说移工要接受读治 他必须要经过雇主的同意 那么我们也要强调一点 这个医院书也只有针对第二类外国人 也就是蓝领移工才有这样的限制 蓝领移工也是完全不用有雇主同意的 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里写说 本人同意协助所聘雇的外籍移工 接受这样的读治计划 如果不同意 如果没有这张的话 他后续将被视为健康检查不合格 并废止聘雇许可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雇主的签这张同意书的话 外国蓝领的移工 他们不仅没有办法接受医疗的治疗 丧失他们的医疗权利之外 他们会因为这样子的不合格 而被视为他们的健康检查不合格 在救护法第73条第一项检查不合格的话 他们是会被废聘的 也就是说他们也会因为雇主没有签这张 没有办法接受治疗 而丧失他们的工作权利 然后被遣返回国的 卫福部机关署为70万 70多万在台湾的第二类外国人 订立了什么样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个他们每一个人来台湾之前 他们必须缴交一个三个月内 健康合格的证明书 入境台湾之后三日内 必须到医院接受健康检查 如果健康检查合格了 才可以留在台湾工作 在台湾工作满六个月 十八个月三十个月 都一样要到健康中心去 就指定的医疗院所去做健康检查 只要他们的健康 除了任何一点问题 就直接被送回国 疾管署只有针对 这70几万的移工 要求这么要求他们的健康 要求他们非常要健康 非常干净的 才能留在台湾工作 当我们所有的人 只把移工当作是 随时可替换的劳动力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他们 当成一般人来对待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这里 要求卫福部修这个办法 我特别想要听它叫做办法 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去立法院 因为这个法 它并不是立法院主立的法 它其实是卫福部做的办法 也就是卫福部它自己本身 它就可以去修改 这个不合理的办法 好